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善恶之源 人 到底是性本善 还是性本恶 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就是 人之初性本善 认为 所有人刚出生的时候 都是纯善的 只不过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被外界给污染了内心 但是呢 提倡性本恶的人 也大有人在 英国十七世纪 著名政治学家 霍布斯就认为 自然状态下的人 既自私又邪恶 这本善恶之源 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千古难题 而解题的关键 却是一群 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的小婴儿 那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不屑的想 小孩子懂些什么呀 但是本书的作者 保罗布鲁姆就发现 小孩子真的懂得很多 布鲁姆是美国著名的 进化发展心理学家 曾被科学杂志 评为最有影响力的 50位明星科学家之一 他也是人气超高的 心理学教授 他教授的心理学导论 在网上有上千万的观众 是耶鲁大学 最受欢迎的公开课之一 布鲁姆的主要研究方向 是道德心理的产生和发展 他的研究方法也很直接 想搞清楚 人到底是性本善 还是性本恶 去研究婴儿就行了 因为婴儿还没来得及 受到家长和社会的影响 是善是恶 那都是天生的 布鲁姆的妻子 是耶鲁大学 婴幼儿认知中心的主管 两人合作 一起设计各种实验 来观察婴儿的行为 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他们发现 在能走路 甚至是说话之前 小孩子就能分辨行为的好坏 还具有平等意识和正义感 不过呀 这并不代表性本善 这个说法就赢了 孩子心中也存在着狭隘和偏执 这让他们天生容易仇视陌生人 做出一些恶行 因此可以说 从出生时 善恶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在这本善恶之源当中 布鲁姆展示了心理学家们 对人性善恶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在出版之后 获得了许多好评 《怪诞行为学》的作者 著名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教授 丹·艾瑞里 称赞这本书 角度新奇而深刻 是科学爱好者和家长们的必备读物 著名认知心理学家 斯蒂芬·平克 也认为本书深刻又敏锐 书里对婴儿的道德研究 堪称是21世纪 心理学领域最有趣的发现之一 那下面呢 我就通过三个问题 来为你解读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人性中有哪些道德本能 第二 人性中有哪些狭隘和偏执 第三 哪些因素能帮我们做个好人 好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人性中有哪些道德本能 前面说过了 布鲁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婴儿 可能有的人就会怀疑了 只会吃喝拉撒 动不动就大哭大闹的婴儿 能参与实验吗 这得出来的结论真的准确吗 因为婴儿实验是本书许多观点的基础 所以这里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心理学家是如何设计婴儿实验的 听完你就知道 本书的观点还是很靠谱的 如何让婴儿参与实验 这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难题 因为不会说话的婴儿 既不能表达自己的感受 也听不懂心理学家的指挥 完全无法控制 心理学家经过多年研究 终于发现 可以通过研究婴儿的注视时间 来搞清楚婴儿在想什么 所谓注视时间 就是婴儿盯着一个东西的时间长短 他能告诉我们 婴儿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东西上 举个例子 如果想知道婴儿能不能分辨猫和狗 你可以反复给婴儿看一张猫的照片 他看腻了之后 注视照片的时间就会变短 这个时候呢 你再换成一张狗的照片 就会发现啊 婴儿精神一阵 注视照片的时间明显变长 这就说明啊 在婴儿心中狗和猫是不一样的东西 再比如说 婴儿越喜欢一个东西 自然注视时间就越长 那同理 如果什么东西会让婴儿意外 或者感到威胁 他们也可能更长久的注视它 布鲁姆 就是根据注视时间原理 来设计各种实验 他发现 孩子具备四种基本的道德本能 第一种道德本能是道德感 这里的道德感啊 不是说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而是指分辨善恶的判断力 在实验中 布鲁姆的团队制作了几部动画 主角是一个红色圆球 他想上山 在一个场景中 一个黄色方块扮演帮助者 在红球后面推着他上山 那另一个场景中啊 一个绿色三角扮演阻碍者 站在红球前面 把他推到山下 接着三个角色会同时出现 然后红球要么靠近黄方块 要么靠近绿三角 结果就发现 在红球靠近黄方块 也就是帮助者的时候 婴儿的注视时间明显变长 说明啊 他们更喜欢帮助者 研究者还发现 如果给这些方块加上眉毛眼睛 让他们更像人 那么结果呢 会更明显 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 研究者还把这三个角色做成玩偶 放在盘子里 给婴儿选 那不出所料啊 几乎所有的婴儿都伸手 去拿帮助者 研究者还设计了其他实验 比如玩偶A在玩皮球的时候 球滚跑了 玩偶B会把球踢回来 玩偶C呢 直接就是抱起球跑掉了 结果也是一样 婴儿们都更喜欢踢回球的玩偶B 参与这些实验的婴儿 最小的才三个月 大一点的也就六个月 十个月 这么小的婴儿啊 都不会说话 也听不懂大人的实验意图 很多实验场景 也是婴儿们第一次见到 所以唯一的解释 是婴儿天生就有分辨善恶的判断力 第二种道德本能 是共情和同情 共情指的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 同情是说去关心别人 这两种感情关系很密切 我们常常是因为 能够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 所以才会去关心别人 许多心理变态的犯罪者 他们的道德感完全正常 也知道扶老人过马路是对的 拿刀捅别人是错的 但他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缺乏共情和同情的能力 无法感受别人的痛苦 不知道关心别人 所以会极度冷血 做出各种恶行 一个连环杀手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我毫不在意他们的感受 完全无动于衷 我知道我干的事大错特错 但是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去做 心理学家还发现 心理变态者对恐惧的表情 特别不敏感 更不用说做出什么反应了 有人曾经给一个 心理变态者看一组照片 结果他一次也没认出 照片里哪些表情代表恐惧 到最后他终于搞明白了 才说 在我拿刀捅人之前 他们就是这样的表情 但是在孩子身上 我们就能看到共情和同情 那就算是刚出生才几天的婴儿 也会因为别人的哭声而难过 常常自己也跟着哭起来 很多人会以为 这是因为婴儿不喜欢噪音 所以用哭声表示抗议 但是研究就发现 相比听到自己的哭声 婴儿听到别人的哭声的时候 哭得更厉害 而如果给他听音量相同的噪音 或者是黑猩猩幼崽的哭声 婴儿也不会哭得这么厉害 所以合理的解释 应该是婴儿感受到了别人的痛苦 因此才哭这么凶 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 也发现了孩子的共情能力 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威廉 在六个月的时候 就会因为看到保姆哭泣 而流露出明显的忧伤 而当孩子产生了共情 他们就会去同情别人 主动地关心和安慰他人 比如很多一岁的孩子 就已经会轻拍别人的背部 想让别人的心情变好 那此外啊 孩子还会主动地去帮助别人 心理学家发现 很多孩子会主动打扫房间 或者是在大人没提出任何要求的时候 去帮忙开柜子搬东西 可能呢 有的人就会想了 这也许是因为孩子希望得到大人的表扬 是一种很功利的行为 不能说是行善 但是心理学家就发现 至少对于三岁左右的孩子 他们这样做啊 确实是为了帮助别人 心理学家做了个实验 让一个大人 请三岁的孩子拿件东西 但有时候这个要求 会不符合逻辑 比如大人会说 请你帮我拿一支磕坏了的杯子 我要接水 大多数的时候 孩子会忽略这个不合理的请求 去另外找一个完好的杯子 这说明啊 他们并不是盲目服从 而是真心的想帮助别人 第三种道德本能 是平等意识 这里说的平等意识 是指分配资源的时候 尽可能做到平均 孩子的平等意识非常强烈 那这种意识 并不是来自学校的教育 而是自发形成的 心理学家们 找来一群15个月大的幼儿 在他们面前展示两种分配过程 一个人会把糖果平均分配给两个人 而另一个人 则会把糖果全部都给一个人 心理学家就发现啊 幼儿会对不公平分配的那个人 表现出惊讶 这说明在幼儿心中 不公平分配 是不合常理的事情 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那对于再大点的孩子 这种意识就更强烈了 甚至很极端 那对他们来说 与其不平等 不如毁掉多出来的东西 研究者曾经给一群 六到八岁的孩子 出了一道题 说呀 马克和丹 两个人都打扫了房间 现在呢 要奖励他们两人 一共五块橡皮 每人分两块之后 还多出一块橡皮 应该给谁呢 那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选择 扔掉那块多出来的橡皮 那就算研究者告诉孩子们 马克和丹都不知道 多出一块橡皮 所以不论给谁 另一方都不会不高兴 但是呢 孩子们依然选择扔掉橡皮 那这种对于平等的强烈要求 在所有年龄的孩子身上 都有体现 他们都更喜欢 那些平等分配资源的人 在给别人做分配的时候 他们也倾向于平等分配 这种崇尚公平的本能 对于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当然有好处 不过呢 孩子的平等主义 也有局限性 经济学家们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给孩子两颗糖果 然后孩子可以选择 要么是自己留下这两颗 要么是把一颗 送给没糖果的陌生人 结果就发现 参与实验的七八岁孩子当中 大概有一半的人 选择了送糖果 而五六岁的孩子里 只有20%的人选择送糖果 三四岁的就更低了 在其他类似的实验当中 研究人员把孩子们 赠送糖果的对象 从陌生人变成他们的朋友 结果呢 也依然如此 大多数孩子都选择了 自己留下好处 可以看到啊 虽然孩子很追求平等 但当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这种平等主义 也容易被自私的欲望淹没 第四种道德本能是正义感 正义感在现代社会的常见表现 是第三方惩罚 也就是人们对没直接伤害自己的第三方 主动进行惩罚 在网络时代 这种事情更是常见 比如 之前有位男士在高铁上霸占座位 态度啊 特别嚣张 说什么都不让座 这视频传到网上之后 激起了很大的民愤 大家纷纷批评这位男士 希望铁路部门对他进行惩罚 那这种正义感的来源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 心理学家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 这是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结果 人类是群体性动物 想要社会正常运转 最好的情况就是每个人都遵纪守法 但肯定会有一些人自私自利 破坏规则 那如果不对这些人进行惩罚 结果就是更多的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 长此以往 整个社会都会瓦解 而那些拥有第三方惩罚机制的群体 就能保证民众的团结 在竞争中也更有优势 于是这种行为就一代代遗传了下来 另一种解释认为 第三方惩罚的来源 是共情 前面说过了 共情让我们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于是当别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就会和他产生一样的感受 憎恨那些冒犯的人 自然就会产生惩罚的想法 第三方惩罚 不仅在大人中很常见 在孩子中也存在 常见的表现形式 就是打小报告 研究就发现了 两岁到六岁的孩子提到同伴的时候 大部分都在讨论同伴的违规行为 而且这些小报告的内容 基本都真实准确 并没有瞎编乱造的成分 另一项实验也发现 就算是八个月大的婴儿 也已经有了惩罚的概念 他们更喜欢那些惩罚坏人的角色 而不是对坏人友善的角色 好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观点 心理学家们发现 在婴儿的心中 天生就存在四种道德本能 分别是 能区分好坏的道德感 能感受他人痛苦 并关心他人的共情和同情 在资源分配上的平等意识 以及惩罚坏人的正义感 那说完了人性中善的一面 下面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说说人性中恶的一面 书中主要是讲了两种常见的恶劣行为 分别是群体偏好和厌恶感 我们先说群体偏好 群体偏好是说人们会区别对待别人 我们会下意识地根据性别 种族或语言 把遇见的人分成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两类 并对前者有好感 对后者有敌意 这种偏好也是天生就有 前面说过 婴儿对喜欢的人注视时间会更久 布鲁姆的团队就发现 那些有女性照料的婴儿注视女性的时间会更长 而由男性照料的婴儿注视男性的时间会更长 这个结论呢还能推广到种族上 黑人婴儿会更喜欢黑人的脸 而不是白人的脸 中国婴儿会更喜欢中国人的脸 而不是非洲人的脸 另一些实验也显示 儿童往往更喜欢同种族的伙伴 认为他们更有可能是好人 这听起来啊 很有种族歧视的味道 不过呢 心理学家们之后就发现 孩子们对种族的偏见 本质上是对自己熟悉事物的喜好 那些更喜欢同种族的儿童 往往来自单一种族的学校 比如诠释白人的学校 如果被调查的学生来自种族多元的学校 他们就没有什么种族偏好 但是会根据其他方面的差异 区别对待同伴 比如白人更愿意和本地口音的黑人玩 而不愿和外地口音的白人玩 心理学家就认为 群体偏好来自对结盟的需求 人类啊是群体性动物 不同的群体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 如果我们能在冲突前 就把身边的人划分成盟友和敌人 就可以团结盟友战胜敌人 这种习惯从原始部落一直延续到今天 种族只是划分群体的依据之一 我们还会根据性别 语言甚至衣着来划分群体 这种心理特点会让我们仅仅因为群体不同 就对陌生人抱有敌意 这种心态有一句成语概括得很到位 叫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只要你和我不是一伙的 那你肯定是坏人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实验 就是验证这个观点的 心理学家穆扎福·谢利夫 安排了22名美国五年级学生参加夏令营 他们都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男孩 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小 男孩们被随机分成了两组 一组叫响伟蛇队 另一组叫老鹰队 谢利夫先让两组男孩不见面 独立在营地里度过一周 很自然的男孩们都把同组成员看作伙伴 那到了第二周 研究人员安排两组男孩接触 谢利夫就发现 一名男孩在听到另一组的动静之后 虽然根本没看到对方 就已经喊他们是来露营的黑鬼 研究人员随后安排两组队伍进行比赛 两组成员之间的敌意是越来越浓 虽然都是白人 他们却用种族侮辱的脏话 骂对方 还拒绝一起在食堂吃饭 并各自制作了旗帜表示差异 后面冲突越闹越大 甚至到了焚烧旗帜 破坏房间的地步 仅仅是随机的分配 就能让人们互相对立 相信对方是坏的 自己是好的 这种想法很容易造成各种冲突 从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纳粹的种族屠杀 背后都有群体偏好在煽动仇恨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人性中的另一层恶 厌恶感 这里的厌恶感指的是生理上对某个东西的反感 厌恶感是罪恶行为的强大动力 它和共情刚好相反 让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于是呢 我想让大家讨厌什么人 方法有很多 比如说 我可以散播谣言 说他以前伤害过别人 还蹲过监狱 但最方便有效的方法 就是让大家对他产生生理上的厌恶感 我只要告诉人们 说他身上有多脏 气味有多难闻 马上就能激发厌恶感 让大家主动躲得他远远的 比喻的方法也很管用 比如纳粹就把犹太人称呼为 可增的寄生虫 浑身上下都是黏乎乎的液体 许多人呢 还会把自己的仇恨对象 比作老鼠和蟑螂 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考 去接受种族 宗教 或者性格等方面的差异 但是生理上的反感 却能让我们直接放弃思考 用布鲁姆的话说 人们可能会爱上杀人犯 但不会爱上严重口臭的人 只要他一张嘴 我们立刻就会打心底里讨厌他 心理学家就发现 厌恶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每个婴儿成长到一定阶段 就算没有任何人教 也会对一些东西产生厌恶感 比如粪便和呕吐物 那么厌恶感到底有什么用呢 答案就是 厌恶感会阻止我们 吃不干净的东西 保持我们的健康 有许多证据能够证明这种观点 比如说 我们厌恶某人时的表情 跟闻到恶心的东西的时候的动作 很像 都类似干呕 所以厌恶感和呕吐一样 都会阻止我们吞下食物 心理学家认为 厌恶感很可能就是 从呕吐发展过来的 另外 厌恶感也会让我们没有食欲 而当人们看到 令人反感的图片的时候 大脑中处理气味和味道的部分 就会特别活跃 厌恶感可以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不至于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生病 但是当厌恶感的对象变成人的时候 就会引发道德问题 厌恶感会让我们反感他人 认为他们缺乏人性 于是就更容易鄙视 甚至攻击他们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观点 人性中的群体偏好 让我们区别对待别人 把人们分成熟悉的好人 和陌生的坏人 这两大类 我们天生就对陌生人抱有敌意 从而引发各种冲突 而人性中的厌恶感会减弱我们的共情 让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更容易伤害别人 既然人性中天生有善恶 那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发扬善的一面 压抑恶的一面 成为一个好人呢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布鲁姆认为 人类社会中有四种因素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第一种因素是习俗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 善良之人的特征 就是他们把善行变成了无意识的习惯 日常生活中 我们看到老人会让座 看到别人搬东西会帮把手 做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有先进行思考吗 不一定 很多时候呢 是习惯成自然的条件反射 在思考之前 身体就已经行动了 这就是习俗的力量 当一个好人 并不需要深刻的道德动机 只要父母能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让孩子耳濡目染 各种好人好事 他自然就会模仿这些行为 心理学家曾让六到十一岁的孩子 观看别人的慈善行为 比如给穷人捐钱 结果发现 当孩子们自己捐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人捐得越多 他们自己也捐得越多 研究还发现 成年人亲身实践的榜样力量 对孩子的影响远大于口头教育 第二种因素 是不断扩张的道德圈 这里的道德圈 是指我们关心的人的范围 这个说法呢 来自历史学家威廉·莱基 莱基认为 随着一个人的成长 他的道德圈就会越来越大 一开始人们的道德圈只限制在家里 只会关心亲人 之后呢 道德圈会渐渐扩张到朋友 同事甚至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于是人们就愿意对更多的人表达善意 那么哪些因素会扩张道德圈呢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个人接触 我们和别人接触的越多 就越能消除偏见 去看到对方和自己的共同点 道德圈自然就会扩大 比如那些种族多元的学校里的孩子 因为经常和不同种族的人一起玩 就不太会产生种族偏见 不会把其他种族 放到自己道德圈的外边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听故事 故事可以帮助人们产生共情 把别人看成和自己平等的人 心理学家们就发现 印度农村开始普及有线电视之后 不仅去上学的女性更多了 连家庭暴力也减少了 他们认为 这和电视剧的影响密不可分 因为电视剧的剧情 传达的都是男女平等的价值观 这在前一末话中 改变了当地人的道德圈大小 第三种因素是宗教信仰 布鲁姆认为 如果不讨论宗教 那么任何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 都不算完整 对于许多欧美人来说 宗教是生活里绕不开的话题 尤其是基督教 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连总统宣誓都要首按圣经 在这些国家里 宗教是推动道德感的重要力量 拿大家最熟悉的圣经来说吧 里面就充满了各种道德戒律 比如摩西十戒就教导人们 要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贪财 而以耶稣为主角的故事 许多都是教导人们 要爱护他人 不要自私自利 这些宗教信条的传播 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结合前面讲的因素 可以说宗教信仰既创造了 人人向善的习俗环境 又通过一个个故事 扩大了人们的道德圈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 宗教信仰是一个人 行善的最大动力 有些人的想法甚至非常激进 认为除非信仰上帝 否则一个人就不可能成为好人 很多美国人还表示 自己绝不会选一个 无神论者做总统 他们认为 无神论者自私自利 都是潜在的罪犯 虽然这些说法很极端 但也显示了宗教 对道德感的影响有多大 第四种因素是理性 前面说的习俗和宗教信仰 可以看作是道德的外部力量 但是很多时候 就算别人不告诉我们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我们也可以通过理性思考 自己得出结论 那就拿地铁逃票 这件事来说吧 没有哪条宗教戒律说 不可以逃票 但是我们通过思考 很容易就知道 逃票是不道德的 因为地铁的运行和维护 都需要资金 如果人人都逃票 地铁缺乏必要的维护资金 到头来 可能危害所有人的出行安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会出现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 看待它们 这就是发挥理性力量的时候了 假设一下 如果未来出现 有思考能力 甚至是情感的机器人 我们如何对待它们 才是道德的 是把它们看成纯工具 或者是 类似宠物狗的伙伴 还是干脆和人类一样 平等 每种情况呢 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这就需要我们 用理性寻找答案 说到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三部分的观点 有四种因素 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 第一种是习俗 在一个向善的氛围中成长 会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 就形成做好事的习惯 第二种因素 是不断扩张的道德圈 通过个人接触和听故事 我们的共情会得到发挥 更愿意去关心他人 第三种因素 是宗教信仰 宗教中的戒律和故事 会深刻影响社会的道德风气 第四种因素是理性 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考 来判断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那说到这里 善恶之源 这本书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全书的主要内容 心理学家通过对婴儿的观察 发现人性本来就各有善恶 从善的角度来说 我们天生就能区分行为的好坏 感受他人的痛苦 并关心他人 在资源分配上 拥有平等意识 并会去主动惩罚坏人 来维护群体的安定和谐 那从恶的角度来说 我们天生就对陌生人抱有敌意 认为他们非我族类 其心弊异 同时我们心中的厌恶感 也很容易被激发 让我们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甚至是攻击别人 而在社会中存在四种因素 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这些本能 去做个好人 这些因素分别是习俗 道德圈 宗教信仰和理性 好的 《善恶之源》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